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牵头主持了一个有关新疆人权为期的讨论会。 讨论会上,还有从东都厥斯坦乌鲁木齐在教育营获释出来的早木热达乌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早木热不时地泪流满面,她说,我帮助了一个女人,他们用棍子殴打了她, 说,要你上你救了你,三天不给食物,持续不断地暴力。 2017年4月,来自东都厥斯坦的早木热达乌提,对中国警察以其巴基斯坦配偶的商业关系为由拘留。 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国参与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器官翻译活动。 报告显示,受害者的器官是在死亡之前被带走的。 人权观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说, 中国政府已经收集和出售了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器官。 于是哈米德·撒比提交的报告说, 中国当局翻译被受害的少数民族的器官, 这种做法仍然在继续。 据悉,不仅为外人, 一些藏人和基督教教派成员也遭受同样的暴行。 根据提供给联合国的数据, 他们的肝脏、肾脏、脚膜、皮肤和肺部是在受害者死亡之前被带走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议者会上 批评美国国务卿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言论。 他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错误引刑, 端促美方取消举行有关会议, 停止就新疆问题说三道四, 停止以人选为民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美方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的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取消举行有关会议, 停止就新疆问题说三道四, 停止以人选为民干涉他国内政。 他认为,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活动 与其他国家的消除激进化努力相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日在联合国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 我想进一步说明, 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行动和恐怖主义没有关系, 这是中国试图抹杀自己的公民, 我们会与所有国家抵制中国迁法维吾尔人的要求。 伊朗总统哈桑·卢哈尼在联合国大会对世界各国领导人说, 只要经济制裁继续生效, 伊朗就不会与美国谈判。 卢哈尼在联合国大会上说, 我们曾在制裁下谈判, 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 解除制裁重新履行你们的承诺, 这样对话才可能重启。 一年来, 伊朗完全信守其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的所有核承诺。 路哈尼说, 我们为欧洲提供了履行11项承诺的机会, 这些承诺是为以补偿美国退出所有造成的问题, 但不幸的是, 我们只听到漂亮话, 却没有看到任何有效措施。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诺尔·苏丹丹·扎尔巴耶夫, 在出席第四届欧亚国家议长会议并发表讲话时提出, 大国更应重视相互对话的重要性, 世界大战也是通过对话和协议最终终结的。 如今, 这些大国之间的争断和不信任令国际社会感到忧虑。 首任总统说, 他强调,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 现代的大规模杀伤手段将席卷地球上的一切。 哈萨克斯坦首位领导人还认为, 因为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和犯罪组织建立联合名单。